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是说 之前说的 现在没有 连石家庄已经正式全面做核酸 之前说的就说 喂 自费做核酸 现在不是 现在又在全面做核酸 因为已经每天都超过两万多例 而广州以前早两天都只是封区 现在不是 连开始交通都开始限制 即是整个要停 总数的21个省 武汉 咸令 这些已经全部要封闭 动态清零又再出现不动摇 你说的那20条的其中21条放宽 绿位 将病毒共存 绿位 即是一次过将这些全部打下来 其实一字那么前 作为官的 习近平主席说的 动态清零不动摇 如果是这样的话 既然动态清零不能动摇 那你怎么做 但是又要放宽 这样 如果放宽 当他不停爆的时候 搞不定 那习近平就要追究你的责任 你乌沙无不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又要保经济 你又要保乌沙 又不准重重加码 但是又要动态全面清零的话 那可以怎么做 那就即是什么都不用做 封 一个字 现在已经将之前所说的东西全部推翻了 你跟我说什么 保经济 穩就业 在这一次的第三波疫情 已经全部都不存在 只是个封字 这个就是现在中国在做的事 封 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 事实上 卫健委也好 专家也好 全部已经在说 其实动态清零 不用的 人不用那么紧张的 这个病毒很轻微的 他们已经透露这个讯息 但是当一爆的时候 你就封 因为不到你不封 事实上 这个就是围观之道 是不是关中央事 未必是关中央事的 为什么 之前一百例真真正正的动态清零 只要有一百个人 一出现就会见到一个人叫孙春兰 孙春兰就会马不停提 作为习近平的特使 就哪里都去 去的就是说 确保你健康 即时要封城 要社会面清零 不停地做 事实上 习近平就用了两手牌 一手牌就是说 你们动态清零不动摇 但是你们又不能够重重加码 又不能够 不快速地打击病毒 但是你又要二十一条开放 大家买点钱 正常点 没问题的 到最后官员的抉择就是动态清零再燃 也都不到你不再燃 这个就是现在中国的真实状况 习近平在每一个官员头上就架起了把刀 而这把刀什么时候下来没人知道 这样当疫情大爆发 一日两万例 你根本上就是党无可挡 这个是一个政治现实 也是一个现在围观之道 我们明白的 我们知道的 玩就是这样玩 但是玩死多少人 这一次的动态清零又再出现 有多少人已经来到半死不活的状态 基本上就已经是顶不住了 但是你再玩这一套 那就走得更加快 我很认真地说 为什么 天天只要你好像我那样在YouTube那里 或者上网以很多人已经要消贪 是啊 但是这个就是中国人 他们已经被逼到周身债 借尽了 分分钟房贷车贷 有些年轻人 不知道势图险恶 借尽信用卡 到今时今日 跳楼都未行 这个就是现在真正的状况 他们还在怪自己 应该不要这么大洗 知道的 听爸爸妈妈说 接着他们还说什么 他们更加说的 哎 疫情严重 不可逆去 没办法的了 谁叫自己行衰运呢 完全不会怪政府的 不会怪动态清零 他们还觉得政府做得对 是啊 动态精灵当然是对 保障生命健康 保障人民性命 这个真是一个好政府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主席 但是石家庄是真真正正的 告诉大家 玩完 病毒共存 即时玩完 没原谅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 订阅 科金 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和非材 大肥安天下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